那我刚刚想示范一个东西,示范不出来,后来又出来了 那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把这一个立方体的Collision取消,就碰撞取消 那我去按这个播放 结果你会发现那个平面就直直的这样掉下去了 就是它没有那个碰撞的效果 那布的感觉就显示不出来 那所以OK,它就掉下去了 所以当只有当我把碰撞射起来之后 OK,你才可以看到那个碰撞的感觉 OK,那有些人你可能用的是 譬如说球啊或有锥的人 那它掉下来如果不是很全面盖住的话 它会就是碰到之后然后又溜下去 从旁边溜下去 那这是很正常的状况 因为它有重力一直往下掉 那当然如果你不希望它溜下去怎么办 另外一个办法,我们如果有地板 那它碰到你这个东西之后再掉到地板 那就就不会再掉下去了 我们来试一下好了,试试看弄个地板出来 那我现在呢,我把这一个往上提一点 我在这边按Shift A,我弄个地板出来 那我把这个布撑住,撑住 所以我在这个地板上面我要设Collision 那这个地板我也设个颜色好 地板就用绿色好 OK,那我这样子再来播放动画 你这个布就卡在地板上就不会掉下去了 OK,那这是布的状况 那现在呢,我们想要示范的是怎么样把布盯住 就是盯住,但是这一个感觉点太大 我稍微把它拉高一点 好,那我想展示怎么把布盯住 所以我先进编辑画面 然后呢,我稍微用B去框选一小块 我想把这小块盯住 OK,所以我就按Ctrl-G去建立一个新的顶点群 好,那这一小块我就把它固定 怎么固定呢,我要回到这个物理系统这边 它下面有一个,有一个Pinning 诶,在哪里,看一下 物理系统的这里,先回到这里 好,那下面呢 OK,这里,这里有个Pinning Close Pinning 这个Pinning呢,因为我刚刚建的顶点群 所以就有一个顶点群在那里 我把它固定住 固定住,那固定住之后呢 我们就继续让它拨 哦,这下就奇怪了 哦,有了 好像下一次才会出现 好,有没有,它就固定住了 这边它就不掉 啊,这边就掉 那顶点群没有限制有多少点 你很多点都可以做顶点群 所以我刚刚固定的是一小群嘛 那我现在我也可以固定更多 那举个例子,我就先回过头来 哦,到这里 我一样再进编辑模式 那我把,把另外这一个小区域也固定起来 好,这个小区域我也固定起来 那我一样按Ctrl-G 这时候呢,它说Assign to New Group 因为这时候已经至少有一个顶点群了 那Assign to Active Group 或者是,那我就用Assign to New Group 就建立一个新的顶点群 包含这两组顶点 好,那这时候呢 你会看到顶点群在哪里呢 顶点群在我们刚刚的这个 这一个应该是,我看一下 这一个,看一下 哦,这个叫Plan 这个叫Plan 好,这个叫Plan 所以是这个没错 它下面有一个顶点群 OK 那顶点群目前呢 有Group和Group001 001应该是我们刚刚新的那一个 新的那一个 所以呢,我现在就把他的布料的那个Pinning 盯住的顶点群改成001 这样他就盯住两边 盯住两边 那我们再让他播一次 那要第一次他不会动作 那有没有看到他现在盯住的是两边 就整整块这边都盯住 OK 所以他就只有这边垂下 那这是布料 你可以盯住你想要盯的那些地方 好,OK 那请各位去试试看 设顶点群的概念 那要不要设地板就随便 谢谢这边